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现在的疫情的情况 就是整个Curve都是往下走的 就说明我们在家里面去work from home 然后不出门的确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也是有不好的消息嘛 我最近正好在家的时候呢 就会跟我的朋友聊聊天啊 打打电话什么的 就发现身边已经有朋友陆陆续续的失业了 他们呢是在能源企业上班的 而且呢他没有PR或者citizen 所以说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补贴 就直接可能要回国了 所以说按照这个情况下去的话呢 目前澳洲的移民政策 我猜应该也是紧缩的 对吧 现在不可能说让国内的人过来 或者说澳洲去开放边境啊等等什么的 都很难 所以在最近肯定是移民政策也会有一定的缩紧 这就是我观察到的现在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 那美国呢也是所有的州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50个州啊全部都红了一片 对吧 然后现在全世界的累积确诊呢 其实已经不止183万了 是190万 1.9个million 我今天看那个澳洲的新闻的时候 是这样子说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美国现在确诊人数已经是58万多了 但是治愈人数呢也就只有4万次 可能还是时间没有到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确诊人数呢是有一定的下降的 说明他现在的一些政策也在起作用 我们之后也会说到 嗯 而且就是他现在的那个unemployment rate 也就是失业率嘛 差不多是已经到了6.6个million了 也就是660万了 这一周 然后累积下来呢是16个million的话呢 也就是1600万的人已经失业了 就是美国的话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还挺严重的 跟我们上一节网课预期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在上一周美国刚刚公布 就是当周申请失业金人数之后呢 就是美国的股市不仅没跌还涨了 对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此 是不是心存疑惑 我个人的话呢是 是嗯 就是挺意外的 就是因为他其实公布的失业 要申请的人数是比预期的要多的嘛 所以说嗯 我还是挺震惊的 他当时居然公布之后 股市还涨了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番研究 然后发现啊 这上周美国的股市 大家应该也收到我们的短信嘛 对吧 它不仅是涨了 而且上一周美国标普500指数呢 累计上涨了12.1% 创下自1974年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然后道琼斯指数呢 上涨了12.7% 创下了历史上第七大的单周涨幅 纳斯达克呢 也上涨了10.6% 创下了09年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那大家肯定就会在想 那难道是市场太缺乏同情心了吗 华尔街的人难道都没有人性吗 失业率高成这样 居然股市还能涨 对不对 我们该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 然后呢 我就在AFR上面 就是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上 找到了一篇文章 然后呢 给了我一些insight 然后我也分享给大家 他的作者呢 是叫Michael 然后Michael就说呢 这些失业数据啊 对市场来说 更像是一个乐观的数据 而不是悲观的 他会解释这是为什么 他说股市呢 不在乎你的感受 特别是个人投资者的感受 往往都是与市场相悖而行的 就像Mike一直在广播中 给大家强调的 股市从来不关注 现在也不关注过去 只是展望未来 对吧 那失业率在公布之前的 不确定性 才是市场下跌的风险 那Michael呢 在他的文章中说到 他认为股市只有在 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下跌 然后在确定性消失后上涨 那首先呢 公布的残烈的就业数据 能够消除未来几周 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 并且市场呢 会认定国会和美联储 将采取更加积极的刺激措施 去控制目前的失业情况 而且呢 当天美联储呢 也的确是公开了 一个新的刺激计划 也就是2.3万亿的量化宽松 开始买企业债 对吧 力挽狂澜的去拯救股市 那第二呢 他也认为失业率的上升 也代表政府的政策是成功的 那虽然这个角度比较刁钻 但是他的想法的确是 是觉得是因为市民和公司 都遵守了政府的封城政策 大家都没有出门 才会导致了消费的下降 然后就是企业的收入的下降 所以说目前的失业率 和失业补贴申请人数的积增 都是一个好事 说明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政策 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所以股市应该上涨 很多人都说 资本市场是不会骗人了 错过这轮股市大涨的原因呢 肯定是因为我们看漏了什么 当然Michael呢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 说目前呢可能只是一个回调 并不意味着股市又开始了大牛市 而指数呢很有可能也在之后 继续下探3月23号的最底部 就是18000点 其实我认为Michael说到这种镜像 在市场中呢并不少见 像是在欧洲的话 每年呢到8月财报季的时候 对吧 大家肯定有印象吧 因为刚过去不是很久 那有些公司呢虽然他的盈利状况很好 但是小于市场的预期 对吧 但是股价呢也就依然下跌 但反观有一些公司呢 虽然他亏损比较严重 但是呢亏损没有大家预期的这么严重 股价仍然可以就是上涨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常说的 就是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这种呢也是一个交易策略吧 翻成中文的话呢 就是忽略事实的谣言入货策略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市场出现谣言的时候 我们打个比方是个利好的谣言 比方说媒体爆出啊 某某某公司收到了并购的邀约 或者是某某某公司正在研制的新药 已经通过了临床试验即将上市了 那这个时候啊股价就势必已经开始涨了 那么投资者或者说投机者们 就应该把握机会立即入场买入 因为只要消息一日未被澄清 那股价呢就会一直在上涨 这个时候就可以一路持有 但是如果确认的消息一旦公布 这个时候呢 不论谣言是真还是是假 我们都该立即出货 那原因呢就是两点 那一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谣言是假的 对吧 那价格呢肯定是要跌回去的 那就算了对吧 那肯定是要卖的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这个谣言是真的 那利好呢也已经在这个价格上反映了 那股价呢到时候等这个他们辟谣之后 或者说确认了之后 那股价们要么是不动 有时候呢甚至还会下跌 对吧 因为他的未来投资者认为 他的利多已经消失了 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再回到刚才说的失业率上来看 大家都知道失业率肯定是不好的 对吧 所以指数在失业率公布之前呢 他已经跌过了 但是当失业率真正公布的时候呢 指数不仅没跌 反而上涨了 是不是符合了这个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的定理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新闻 他虽然说呢可能还没有被证实 但是如果说你是想要去做一波短线的话 你是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参与进去的 而不是要等到他真正的确认消息之后呢 你再进场 因为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晚了 或者说之前看到 rumor就进场的那些人 他已经出货了 那就是白白损失了一个机会嘛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 这种入货的策略呢 一般都是适合短线操作 不能当做那种长线去交易的 因为不符合价值投资的 基本面分析的长线投资 都是耍流氓嘛 对吧 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 基本面分析 然后还有判断它的价值所在 才能够去做长线投资 那我说到的这种 这种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呢 它只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投资策略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了 相信大家最近也肯定看到了新闻嘛 就是美联储开始买垃圾债了 那垃圾债是什么呢 我们之后也会慢慢的讲到 然后包括就是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 减产协议已经谈妥了 可是油价并没有如大家预期那样飞涨 反而就是还跌下来了一点 对吧 还有就是肯定大家都关注的股市和指数嘛 现在其实已经涨了24%还多了啊 那这个全球的指数还能不能继续上涨 那现在是短期的反弹呢 还是说已经到了趋势的扭转 那之后我们网课都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然都是我自己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打出不一样的观点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这是我今天刚刚写的 就是我回想一下 2019年最流行的那个话不就是 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嘛 对吧 那个时候特别大家都说 一顿操作猛如虎涨跌全靠特朗普 对吧 说这样吸就像吸 然后2020年呢 现在是一顿分析猛如虎涨跌全靠美联储 对吧 美联储我们就大家都觉得 哎呀这疫情来了 应该这个股市要跌啊 可是为什么呢 就是突然又涨了24%呢 对吧 那是不是因为美联储 它开始了无限量化宽松呢 对吧 然后之后呢 它又开始大肆的去买企业债 对吧 跳过了美 不光买国债还去买企业债 买完企业债去买垃圾债 对吧 那也就导致了股市现在的一波反弹的上涨 对吧 那上一个上一次网课呢 也跟大家就是预测一下会有什么极限行情 等着我们 我当时以为呢 就是它会去买那个指数的ETF嘛 就是指数的一个被动型投资基金 但是呢 好在它没有这样子做 还没有到要做的时候 那反而呢 就是说它先去买那些垃圾债 那我其实就是心里很想就觉得这个 因为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市场嘛 那我就觉得如果说你是拿纳税人的钱 去买这些垃圾债 去救这些公司 那这个自由市场到底还是不是真的自由呢 对吧 如果说是真的自由市场的话 垃圾债你就不应该去买 对吧 你就应该让它就是自己消失 对吧 那说完除开这些理由之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它这么大规模的QE之后 那美国的资产负债表还好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钱 虽然说一个央行 它可以任意的去印钱 对吧 但是呢 它买回来的资产 总归是要体现在自己的balance sheet上 对吧 那它这些资产表会变成什么样呢 从08年到现在2020年 它已经进行了12年的QE了 那它这些资产表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吧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 那首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垃圾债 它就是说当一个公司 它struggling financial 也就是说它的经营状况不太好 然后它的现金流不是很多 然后它有一个很高的可能性呢 去违约 或者说没有办法安时 偿还它的那个 它的利息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它会被评为垃圾债 而且呢就是垃圾债呢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market indicator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市场的指向 就是也就是说它 如果说投资者觉得现在的经济情况在变好的话 那它们可能会去买垃圾债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一些就是垃圾 它的这些债务 它的一个收益率啊 反倒会下降 然后它的本金的价值会上涨 那一般呢 我们看一下右边 就是有几个investment grade 就是在BBB以上呢 就是称之为可以投资的一个区域 那在BBB以下呢 就会被称为这个junk bond 也就是垃圾债 那差不多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也就没有多少可以给我们选了 对吧 只有CCC和D 那D的话呢 直接就default了 是直接可以就不用算了 所以说差不多就只有两类留下来 就是 也就是说 美联储现在在买这两类 不是很好的一些债券 那相信大家肯定也很好奇 为什么美联储一定要去买这些垃圾债呢 对吧 因为它们有很高的风险 去没有办法偿付 那这些钱是不是 未来都会打水漂了呢 然后我看到一篇 就是第一财经上面 一篇翻译过来的分析文章上面有说到 就是现在油价呢 大家都知道很低嘛 差不多美国油的话 只有22美金这样子一个价格 那油价的下跌呢 会导致很多美国的能源公司 有一个面临很大的降级风险 还有债务危机 那它们之前呢 可能评级是在BBB级 那在这次的石油的降价之后呢 它们很有可能直接就被评为CCC 然后被那个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是穆迪 一个是 声音都正常吧 OK 现在好了 刚才可能断了一下 在家网络不太稳定 一个呢是目的 一个是信用评级公司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Fitch嘛 还有一个是S&P 这三家公司很有可能呢 就是会把这些公司呢 直接从投资级的那个level 然后把它打到了垃圾债 所以说美联储 现在不得不去买这些垃圾债呢 也是为了去救一救这些石油公司 因为大家知道吗 其实页岩油的那个 生产的成本差不多是36美金 而现在的价格是22 所以这些公司呢 不仅没有现金流 而且呢还有很高的运营成本 那它现在必定是亏损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又进一步恶化了 它的债务情况 它也没有办法去买更多的 一直有更多的Bond 或者说有现金去偿还 它现在的这些债务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会导致它自己呢 就是能源这一块的信用 信贷崩塌 那所以说美联储在买这些垃圾债呢 就是为了给这些 这个能源市场中提供油动性 提供资金 让它防止啊 这个信贷的崩塌 而不是说它买这个垃圾债 就是为了要推动股市啊什么的 这个是比股市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债券爆雷 那我这里呢 也提到了一个利差的问题 大家应该知道 就什么叫做利差吧 利差就是说呢 一些投资级别的债券 比方说是AAA 那它要求呢 你的 我 那不是 是它愿意给你的一个投资回报 可能是3% 但如果呢 说它是一个C级的 一个垃圾债的话呢 那它可能就会给你13%的回报 就是因为它的风险比较高 那如果说呢 它从13%变成了16% 那它中间的利差不就变得更大了吗 这就说明市场呢 变得更加risk averse 也就是说市场上的一些投资人 相比于这些垃圾债来说 它更愿意呢 去投那些比较高等级的 更加安全的一些资产 就说明大家呢 当然投资者一般都是这样的 但是内向更加显得就是 投资者他对未来的信心就降低了 这也会就是引起股市上的下跌 所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就是那个利差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无限量化宽松 美元看起来好像是 在被美联储无限制的 去随便印下去 对吧 我们也可以看了一下 就是我找的这张表 也就是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我称它为10年牛市背后的推手 因为这个QE啊 从08年开始之后 到现在12年根本就没停过 而且就是政府 其实美联储一般就是会跟大家说 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QE了之后呢 但这个QE呢 只是暂时的 我们之后呢 会把它回到正常水平 叫那个balancing normalization 也就是 也就是缩表 就会把之前放的钱都收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但是反观这12年 从来没有做到过真正的normalization 只是说我们有减一点的QE的规模 但是从来没有说停止 或者说回到之前 就是那个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之前的那个水平 对吧 那我们看到从08年QE开始 到现在呢 我们累积的美国的资产负债表 已经突破了6万亿 在它公布它新的2.3万亿的那个QE之后呢 现在已经达到了7.6万亿 那到今年年底呢 很多华尔街的投资人预测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将达到9万亿到10万亿 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那之前为什么 就是一直没有人提出说要缩表 或者说坚持的说 我们要把这个QE暂停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一旦缩表了之后呢 那股市就必定会回调 包括当时呢 18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去在市场里面关注新闻啊 等等的 18年的时候 其实美联储大概率的那个意见呢 是说19年呢 他们是要加息的 可是在特朗普之后就改了主意了 然后他们19年就开始降息 那其实如果说加息的话 情况可能就不会这么糟糕了 然后或者说QE之 把缩表之后呢 情况也不会这么糟糕了 但是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 必定是要承受 市场必定是要承受痛苦的 对吧 不管是加息也好 还是缩表也好 股市肯定是要下跌的 那没有一个总统希望 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任期之内 我觉得有点这种可能性吧 所以说呢 缩表和加息这个事情呢 就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的 就一直没有被执行下去 而是不停的在宽容市场 然后这样子呢 就造成了一个 屌项的十年的纽市 然后让股市一直在大涨啊 等等的 也就是我们上一节网课里面提到的 就是降息刺激股市 然后吹泡泡嘛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可能大家对十万亿 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平时也 没有什么理解嘛 对吧 因为我自己都想象不到 十万亿是多大的数字 对吧 因为我接触的差不多 也就是六位数这样子 十万亿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个零 那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打个比方啊 就是美国的GDP 一年呢是二十万亿 然后呢 然后中国的一年的GDP呢 差不多是十二到十三万亿这样 那日本的话呢 是四到五万亿 那大家想一想 今年到目前为止 对吧 也就是四月 四月中这样子 那美国呢 已经又印了五万亿了 对吧 那也就相当于 印了一个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啊 一整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能就会有个更好的idea 那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那顺便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截止 一九年底的话 标普五百 加起来市值呢 也就是二十七到二十八个万亿 那之前呢 就是在最严重的时候 也就是三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是跌了百分之三十多 对吧 也就是九万亿的市值被跌掉了 二十七的三分之一嘛 对吧 差不多是九万亿这样 然后美联储呢 现在上半年一印 就能印了五万亿 然后之后呢 可能还会继续印 对吧 印到九万亿这样子 那之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这个市场负债表会有多难看 那我上一节网课呢 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他这些债务啊 都不是美联储自己 就是出手去买的 当然是他指使的 但是呢 他是有一个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他有个STV 对吧 是他最近新建出来的 一个financial instrument 所以说呢 他就是用这个STV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 防火墙的东西 他用他这个机构呢 去买了这些垃圾债 也就是说 这些垃圾债最后损失掉了 也不会显示在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美联储的那个balance sheet上面 也就是说呢 这些钱就会凭空消失 对吧 那算是谁的呢 肯定不算是美联储的 对吧 而且他就算是 算在他头上 他也会一直印钱 那所以说呢 是大家都一起买单了 美联储 他们美国的一些纳税人 包括我们这 一些拥有美国国债 国债的那些国家 可能就是为了 为了这次的垃圾债买单了 然后呢 最近我也在网上看到了 这张图 然后就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 McKinsey他们出的一张表 然后就是预测了九个情况 就是分别是在 COVID-19之后 股市可能的表现 看到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行呢 差不多就是U型 对吧 然后第二行呢 差不多就是L型 然后第三行呢 就是W型 是最坏的结果了 但是可能大部分呢 都是比较缓和的趋势 而不是有一个 很尖锐的V型 像是A4这样子 A4这样子的话呢 是比较 比较理想的状态 但是可能比较难实现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截个图 之后自己慢慢看一下 上节网课呢 也跟大家提了一下黄金 说黄金可以突破做多 或者是突破做空 然后我当时呢 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黄金现货和期货之间的关系吧 对吧 然后画了一个表 也就是画了一个支撑线啊 和阻力线这样 觉得大概率的话呢 黄金是会突破上涨的 然后我现在又回顾一下 大家也知道吗 就是在黄金 它没有按照我想的那样 直接就进行一个突破做多的上涨 反而呢 它是先往下回调了一下 然后呢 最后再拉涨了一波 然后现在呢是涨到了1723 但是好的是呢 它在下面的55天线呢 有一个比较强的support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啊 它一直 虽然说有很多的下影线 去打穿这个55天线 但基本上呢 最后收盘呢 都是站稳站在55天线 这根橙色的线之上 那黄金现在大概率的上涨 原因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明白 就是大规模的QE 然后包括买入垃圾债 这些行为啊 导致了美元公信力的下降 因为黄金和美元都是避险产品嘛 那排开美元的话呢 那黄金肯定就变成了更好的一个 优于美元的一个避险产品 那所以大量的资金呢 都涌入黄金里面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黄金也创下新高 就是一直就拿下了 1700的这个关口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继续去追多了 因为每次黄金大涨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比较 一段时间的调整 所以说如果说在形势还不迷茫之前 它可能会继续震荡下去 那我们就没必要 就是每天盯着它看嘛 因为它一直在这个区间内会震荡 当然这个行情还没有走出来 但是我预计啊 它是会像跟之前一样 在一波拉涨之后呢 有一段相应时间的一个震荡行情 那大家可以等那个震荡调整结束之后呢 再去判断方向 那说一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石油 为什么它达到了那个 大家都达成了一个减产协议之后呢 石油却还没有涨起来 那主要原因呢 其实就是石油 现在是属于供过于求了 那现在减产力度呢 还远远没有达到市场认可的一个程度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最近在印度的 印度的那个疫情的扩散 印度现在也开始lockdown了嘛 也就是封禁封城 那这样子的话呢 会直接导致印度这个石油 消耗大国 它70%的油的那个demand 会下降 那也就是进一步导致了油价的下跌 对吧 但是呢 油价之前已经测试过两次 它的下面的一个底部了 我这是拿的是一个美国油做的一个例子 那下面底部呢 是在19块4毛7 那现在呢 虽然说 谈妥减产之后呢 没有达到一个上涨的效果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那现在呢 至少油价不会如之前专家预期的 可能会跌到个位数 对吧 那我们就至少对自己的心理的底 就更加有把握了 那我的看法呢 依然还是这个油价的低迷呢 还是一个短 还是一个 现在不能说短期它能有多短吧 但是它不可能就是长期的持续下去 所以说对于这个油价呢 还是依然比较的看好 然后从长期来看 大家如果想要配置的话呢 现在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价格 因为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 之前油价到过80美金 还有120美金 每桶都是有的 那现在呢是22美金 虽然说我不太确定 它到底会在什么时候 这个油价 它会 三方就是比方说 俄罗斯美国还有沙特 他们能坐下来好好谈 然后把这个减产达到一个比较 市场比较理想化的协议 但是我觉得可能 现在美国是这三个国家里面 最着急的那个人 就像我们之前刚才说到的 就是他们那些石油公司啊 页岩油的生产公司 其实他们的债务情况 已经不能再允许他们继续拖下去了 所以我猜测美国现在应该是比较急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新闻的话 都会说是特朗普主动去联系打电话 给俄罗斯啊或者是沙特要求他们 或者是尊促他们快点把这个减产协议把它敲定下来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在七月之前 看到美国俄罗斯和沙特能够顺利的达成一个市场比较理想的一个结产协议 那说完了石油黄金 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是怎么看股市的 是趋势的反转还是短阵的反弹 之前我在广播中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认为是趋势反弹的一些分析师呢 主要我就选了那个Mike Wilson的他的看法 他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美股分析师 那Mike Wilson呢在周二发表的文章里说 上周二发表的文章里说 就是熊市和衰退已经在上上的周日结束了 那现在呢他认为是投资者最好的入场时机 政府及时的无限量量化宽松 以及大规模的救助行动 让大家看到了股市自11年以来的最低的股价 他认为目前的风险收益对比过去几年是十分吸引人的 那投资者很有可能在未来获取更大的回报 那除了他说到的几点之外呢 正方的观点还包含了 之前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了流动性短缺的冲击 那政府及时的举措能够帮助市场恢复活力 而且呢疫情增长的放款 还有疫苗研制的推进会使得市场变得更有信心 总之最坏的时间他们觉得已经过去了 而且他们觉得未来的股市会有一个很强大的V型的反转 那我的观点呢就跟他们有点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次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反弹 而且未来的股市很难说它会再下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们说的这几个观点我不是特别认同 就比方说疫情增长的放缓 的确是大家可能看到美国和欧洲现在的确是已经达到了高峰 然后慢慢的感染人数下降了 可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就现在在印度 还有非洲这些国家 他们的感染人数是在激增的 但是这些国家可能对美国的股市 它影响不是这么的大 但是它那边毕竟也是有business的嘛 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体化的一个环境 很难说就是一个地方它能够完全的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影响 对吧而且印度的话需求还是很大的 那之后他说完全是流动性短缺的冲击呢 我感觉也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就像我们上一节网课里说到的 它有supply shock demand shock 还有它的那个cashflow的问题 也就是它的供应和需求 还有它的现金流 现在都在招受着挑战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疫情完全的恢复了 包括我们有疫苗之后呢 我觉得市场都不太可能会见到一个很明显的鼻子反转 而可能是一个U型的一个反弹 因为这些损害呢 是要一些的时间去让公司去反应过来的 而不是说会有这么快 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就可以发现 虽然说中国现在疫情已经控制的很好了 而且基本上每日新增的人数都很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境外输出嘛 境外输出说错了 但是我发现中国的我跟几个朋友打电话 他们都会很拒绝说出去吃饭啊 或者说正常去看电影啊什么 他们还是很害怕 然后出门的依然是要戴口罩啊 回家一定会就是把身上的衣服全都换一遍 这就说明其实这个恐慌的情绪并不是像 就是投资者就是一些分析师那样觉得 就是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立马就会有一个demand的一个好转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这样子的 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示嘛 就大家之后可能都会有些惶惶的 只要这个疫情在全球范围之内还没有解决 那可能这个demand就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恢复到 就是疫情开始之前的样子 这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说一下 就是那个奔赴酒业 他TWE的拆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TWE母公司呢 他准备拆分他旗下的一个奔赴酒业 我在上个礼拜呢 也给大家写了一篇股评报告 然后就是说奔赴酒业他现在的拆分情况 总体来说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的PE 我相信奔赴大家肯定都很了解吧 就是澳洲最知名的一个红酒说食品牌了 那他的PE呢 现在只有18.39 这当然是上个礼拜的数据了 那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零售商 像是A2啊 或者是Bega 或者说是FN这样的食品公司 也就是跟他做的是类似的行业 就是食品生产行业 那他们的PE ratio呢 分别是40 60和86 也就是对比现在TREASURY ONE18.39的一个 适应率来说呢 他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公司拆分的核心原因嘛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 一般就是两个对吧 那一方面呢 就是管理层相信自己的子公司 脱离母公司会表现的更好 也就是奔赴和TWE现在的情况 那第二种呢 是没有子公司 母公司的表现可能会更好 也就是像去年 西农和Cose这样子的情况 对吧 也就是说能够让他们取得 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那因为现在呢 奔赴的酒业 他的虽然说他的那个占比啊 只占到TWE的10% 但是却贡献了TWE超过了50%的利润 那当时的Cose呢 是占着60% 但是只有贡献了34%的盈利 所以说呢 两方都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就是按照这个情况来看 如果说TWE拆分出去的话呢 可能会比在奔赴 就是奔赴拆分过去的话呢 拆分出去的话呢 可能会比就是在TWE的母公司 所取得的盈利能力更高 其实也就是Cose之后的表现 也是一样的 这是上一次我们出的股评 然后呢 我们这个礼拜呢 也有几篇新的股评 出了给我们的客户 那大家也可以去问 自己的客户经理要一下 包括我之前写的那一篇 TWE的拆封 也是在 也是在那个股评报告里面 那今天的内容 差不多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在评论区 谢谢大家 澳币已经连续好几天上涨了 但是就像我说的 就是澳币它其实还是一个商品货币 就是我觉得目前的经济情况 就是一个很tricky 就是我们认为它在跌的时候 它反而上涨 那其实也就是因为受到了 美国美联储的 它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影响 那这个政策影响 它的momentum 也就是说它持续的时间能有多长 很难说 但是我觉得澳币 如果说能够突破 今天收盘 能够站在0.638以上的话 那它有可能继续往上冲 但如果站不上 它可能就会在这里继续调整了 有可能向下 的确是最近美国的很多公司 都要开始出财报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自己关注的一些公司 它最近什么时候出财报 可以看一下 找到那个investment总裤 我一台请 我一台请 苹果吧 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下一个财报日的 一个公布时间 也就是4月30号 现在差不多美国的公司呢 都是在 现在的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 出财报了 就4月中到4月底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样子 去快速的查询一下 自己想要购买的股票 它什么时候会出财报 也就是能够给 给大家一个更好的 把握的时间 阿特佩 最近的确是涨得很凶 当时没有在那个8块钱买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凶 现在都已经28块钱了 今天涨了得有20%多了 特别的厉害 但是我也不是 这当然是出乎意料的啦 但我觉得现在 它到了28块钱 你还敢买吗 我觉得挺 我觉得挺喘的吧 就28块钱的价格 有客户问题 拆分了之后 就不含有更付了 那价格是该跌吗 这个问题我相信 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想问的 包括我之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们也问过我很多这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买入TWE公司的股份之后呢 比方说我买了100股对吧 然后占差不多占比占万分之一 打个比方 那等到奔赴 从那个TWE当中拆分出去之后呢 我也能够获得万分之一的 一个奔赴的一个股份 然后我同时呢 还拥有TWE万分之一的股份 就是按照一个比例去分配的 然后拆分之后呢 奔赴很有可能呢 是到ASX50到100之间的一个ranking 就是他的排名可能在50到100 然后他的母公司TWE呢 就可能到100到150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奥纽最近其实也是跟那个 跟奥币一样嘛 就最近走得很强势 我觉得当时在那个奥纽到1.0左右的时候 1.01的时候 我还特意做了一期网课 跟大家说那个时候可以买 可以买可以买 不知道有多少人买了 那现在他涨到1.05 我很难说他会继续往上 或者说是 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我我很难说 但是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他这样子的大涨可能会有回调 其实很多客户在问 在评论区里面问 这个股票能买吗 那个股票能买吗 其实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 他现在的股价肯定是比之前要便宜的 你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话 你就可以开始买了 你不需要一次性就要去抄底 因为底呢 都是要大家从一年之后 或者是半年之后回过头来看 才能发现 哦原来当时 after pay 8块钱的时候 他是底 对不对 就很难说他现在是不是底 但是如果说你看好这个公司 你觉得他值得你去买的话呢 你在他价格合适的时候 你就要出手了 你可以分几次去买 不用一次性全把手上的子弹用光 对吧 但是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嘛 四大银行啊 银行最近表现都很平淡的 说实话 但是呢 政府不是出了一个政策吗 就是说 让他们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他这个贷款呢 不是无息贷款 大家知道吧 也就是说在六个月之后呢 这些贷款呢 这些中小企业是要还大 是要还利息的 而且呢 银行现在都很忙 每天都是几百个电话打进去的 一个branch 因为我有朋友在银行里面工作嘛 所以我知道他们最近很忙 那接到的case呢 中小企业的这些贷款application呢 就是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 可能就有几千个 两千七百个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数额 那之后呢 可能还会double 如果说他们的financial 他们的经济状况更不太好的话呢 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小企业 去寻求贷款 那在六个月之后 那这些公司可是都是要还利息的 那其实对银行来说 对他们未必来说是一件坏事 他们有更多的客户 对不对 也会有更多的收入 所以说您可以考虑一下 就银行的话呢 我自己是一直有的 我也没有把它抛掉 是的 公司股票的除夕日呢 股价一般都是会下跌的 因为这个市场呢 不允许存在arbitrage opportunity 就是说一个套利吧 就是让大家去做一个arbitrage 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回报 所以说一般的时候呢 股票在除夕日当天的股价都会下跌 相应于它派发股息的那个数额 TWE现在如果你现在已经有的话 为什么要抛售呢 我觉得 然后TWE它未来呢 它把自己的定位放高了 它可能会做一个公司的重组 它之后呢 可能会把自己的重点更多的放在 它的一些中高端的品牌上面 去提高它自己的盈利率 而不是说用这些很廉价的品牌 去铺开市场 它认为它自己需要 重新做一个定位转型 包括在美国 其实去年也是吃了个大亏嘛 没有在美国如期的去发展 那它可能呢 也会像在中国市场一样 推出一个奔赋的 然后推出一个美国版的奔赋的 然后在美国进行销售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那相比于十几二十个杂牌 可能只要有一个牌子 变得很响亮 那它的盈利率就有保障了 我觉得它有能力培养出一个 中国的奔赋的 那在美国 在做一个相似的品牌 它是有经验的 它很可能之后呢 就一直会这样 就是做一个品牌 然后把它分出去 然后做一个品牌 再把它分割出去 我觉得有可能这样 那也有可能 未来高层他们 也会转变想法嘛 说不定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策略呢 我是比较赞同的 而且这样的话会造成 它的那个平时的一些消耗 也会比较少 就是它的cost也会比较少嘛 听说银行要求减少派息 我怎么看 暂时 我觉得它本来就会减少派息 它是被公司 它是被政府要求 就是它一定要降低派息吗 因为我觉得在去年 这个目前这疫情的情况下 它想要增加派息是很难的 我觉得大部分的公司 现在要么就是defer 要么就是减低 不需要人家去要求它 它可能都会这么做 哎呦 客户问就是财报时间 就是美国公布财报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那一般的话呢 就是先看一下 就是美国公布财报的时候 一般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之前有没有下调过 它的盈利预期 然后这样的话呢 能够方便大家 就是在它财报公布的那一刻 能比别人更加快的反应过来 它到底有没有 它到底有没有一个达到 就是市场的预期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未来也比较好判断一点 就是对于它当日的走势 Quantus 我之前我在上个礼拜 有出一篇股评 然后如果说您对Quantus 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问客户经理要一下 然后BHP也是 我们这边也是有股评报告的 然后您之后也可以问您的客户经理 去要一下BHP和Quantus的那个股评报告 大家在报告里面都写的比较详细 今天差不多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来参加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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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